AIP-2022的备份任务设定 我们今天来介绍 AIP-2022 的备份任务设定 那我们的测试环境呢 是在Windows Server 2019上面进行测试 那 这台测试手机呢 我们已经安装好AIP 所以我们就点两下 这样你的AIP Console 做一个启动 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画面是仪表板 那由于我们这个是一个测试序号 那所以我们会显示的功能 比较多 那等正式序号开始之后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功能 做一个删减 我们左边的功能呢 选择备份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备份选项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呢 是磁铁X的备份 整机式的一个磁铁备份 点选磁铁备份 接着我们选择我们要备份的来源 我们就将我们的备份的 硬碟0 将它勾选起来 按下下一步 下一步是选择我们的备份任务的名称 跟我们的目标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透过群群的目录 来设定 我们的备份 档案的存放地点 那我们这边 输入我们的 存放地点之后呢 接着输入 我们的 账号密码 那选择我们要指定的一个备份的存放位置之后呢 按下来请选择目录 那右手边呢 有一些选项 或有一些预设值 压缩选项 是勾选的 那 我们使用的是 一般的压缩 作为我们的预设选项 那也可以透过去重复资料删除压缩 减少我们的备份档案的大小 密码的保护呢 预设是不勾选的 那密码保护呢 依照每一个 用户的环境 跟公司的政策 如果 资安政策比较严谨的话 我们得加上勾选起来 并且输入密码 那密码保护 这状态下的一个备份档案 如果没有密码的话呢 它是不能做 系统的还原 跟资料的还原 这是这一点 比较需要 特别的去注意 那这些选项里面呢 可以设定 我们的网络接流 跟我们的备份档案的一个分割 以及我们的一个 简易的一个 备份档案的 一个验证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按下下一步 来设定我们的 排程任务 那我们的排程任务呢 主要分成了每周每月 或者是 指定的一个 每周的天 那在 通常的建议下呢 在 没有很大的一个 作业系统的状态下 我们会建议 每周 执行一次完整备份 那每天 会执行 增量备份 那有些 比较小的系统呢 可能 礼拜六 也不用做增量备份 就是 平常的工作日 做一次增量备份 就可以了 设定好我们的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下我们的确定的按钮 那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的排程 已经设定在我们的 排程任务选单里面 接着呢 就可以来设定 我们的保留原则 那通常的保留原则呢 依照各个客户的一个环境呢 去选择 预测数值是3 那就是会保留 至少三周的一个 备份档案 来做 可以还原 那我们也可以在做 向下或是向上的调整 设定完保留原则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按下下一步 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 备份设定的 再要检视 那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的预估的 备份档案大小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 备份任务选项 备份的时间点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下完成 会显示 是否有立刻 自行第1个排程的任务 那如果现在运行的话呢 将会跳过第1个 排程的时间 指的就是 每一次的备份任务呢 设定完成之后呢 一定会执行第1次的 完整备份 那我们选择现在开始 执行的时候呢 那下一个完整备份 就是我们指定的第1个 完整备份 我会跳过 那我们可以按下否 来 完成我们的备份任务 设定 回到我们的 仪表板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排程上面 出现了我们的 下一次的执行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 我们的备份任务 已经设定完成了 那我们也可以点选它 来做一个 栽要的检视 来确定这个备份任务的设定 是不是跟我们 刚刚设定的 是一样的 那接着呢 我们下一个步骤呢 就会可以来介绍 我们的 档案的备份 那我们一样 选择我们的 备份的一个位置 备份任务的 设定精灵 里面的 备份 那在 备份里面呢 我们第1个要选择 是我们的备份的来源 那我们可以针对 要备份的 资料夹 做一个选择 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的下一步呢 一样是 我们的备份 存放位置 那我们可以透过 下一个选单 来 设定我们 之前输入过的 一个位置 那右边的选项里面呢 有所谓的 ACL 又是我们的 使用者控制清单 那也可以选择 一同的将它 备份下来 那密码部分呢 如同刚刚所介绍的 密码保留部分 依照各个客户的需求 做一个设定 那下一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的 排程的时间 排程的时间呢 也一样 可以依照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指定的一个备份时间 进行备份 那我们就接着来设定我们一个 比较通常使用的一个备份时间点 那按下确定之后呢 一样 可以来设定我们的 保留原则 那在 档案备份的保留原则里面呢 我们的预设集合数是1 那我们可以做上上调整 接着按下下一步 也就是我们的 备份的任务的 摘要 我们在这边 可以来做一次检视 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下储存 一样会提醒你 是不是要做 第一次的 一个排程任务 那我们一样 选 预设值的缝 来回到我们的 仪表板中的排程 来检视我们的 档案备份的一个设定 这边一样可以看到 我们档案备份设定的一些 再要讯息 那到这边 我们的备份任务 就设定完成了 接着我们就只要等 备份任务执行的时间 来看 备份是不是能够正常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